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你家被封哥哥 消除酸泥 哥哥放你回家 我没这么厚脸皮的哥哥 酸泥是我的猎物 你要敢抢 我可是要还手呢 听到没有 他要还手 小屁孩 今天你被封爷爷 居然知道 什么是弱肉强食 你被封还真挺乱的 没见识的东西 废话少说 冰冰冰大神 你好好休息 我便不得了 是吗 你们先别动手 让我单独会会他 我要分手了 好 走 走 有肉强食 我说的 你 别别别别 别放箭 别放箭 小弟弟 不不不 哥 不 爷爷 别杀我 我和你无冤无仇 是我们北村的寄灵 他命我来毒酸泥 我们也不敢不从啊 北村的寄灵 在哪里 他还在村里 等我们回去 你就放了我们吧 我们立刻就走 回去后 我好好劝劝他 行吧 以后别再到我们 师村的地盘了 不是 简直天真到白痴 还等什么呢 放箭放箭放箭 杀了他 说话不算数 你哥哥我今天就给你上一课 地盘的边界 是靠实力决定的 刚才是我一时大夜 现在 让你见识下 飞风哥哥真正的厉害 清零鹰大事 我没事 这小子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那头鹰就是他的弱点了 放箭 射那头鹰 你看他挡到什么时候 你就带着哥哥教你的最后一课 屁死吧 好 好 好 此切 行 这青莺莺的早上 小姑娘一定也在那儿 走 好 你比凶兽还残惹 杀 请你也放手 我空撑不住 杀了 为备备报仇 杀了 小姑娘 撑住 我们来了 阿叔 狗东西 赶来我石村地盘欺负个孩子 那边那个人 别担心 我们大老远就看见这边东西了 发现瞎杀手的 你这小家伙行哪 一个人打贝村一窝 愚蠢的石村人 杀死了贝丰 我要你们偿命 阿黄 那是什么鬼 是贝村的寄灵老辈 快带上小姑娘 把伤回尺 龙子 青莺莺大伤受伤了 没法动了 我也留下 老辈力量过于狂暴 你们几个去放狐青莺营 把我和守山组织老辈 想往哪里走 老辈力量过于狂暴 小小只 别急 一个都跑不了 小伯爵 我来拖住地零 你们先撤 小伯爵 竟然能和老辈平分求死 实力上是一样 但老辈狡猾 恐怕有后手 小伯爵 小小年纪有如此表现 确实很难得 等你长大了还得了 非杀不可 小伯爵 我们村的寄灵来 哪有你嚣张的份儿啊 可惜石村寄灵出不了石村 请你祝村 救救大家 没有谁 我有强识 认命吧 把尼宝体是我的吧 哈哈哈哈 救我 六神 救了我们 六神 救了我们 手救下石村族人 情况紧急 大家不用多理 大荒天灾将至 此地已无法久留 天灾 怎么会 是 多问无意 让村民们做好准备 以求必活 是 是 十号 你心绪不安 呃 被封到 他所求非善 救救游自取 你无需自责 你无需自责 只是想起 他也有阿爸阿妈 他们一定很难过吧 有神 我有个问题 您能不能告诉我 我的阿爸阿妈在哪里 小不点儿 六神此刻不说 一定是有苦衷 他们仍然在世 只要你活下去 变得更强 就一定有机会 再见到他们 族长爷爷放心吧 我会全力修炼他 早在太古之初 人族先民在太古遗嘱的宝谷中 发现了符文 而这些符文 蕴含着大道真意的力量 要完全掌握和发挥出 大道真意的力量 必须将符文解入体内 以自身晶圆 对其加以淬炼 离肉身与天地自然交融 直到合二为一 这种境界 称为 搬血境 连结束 Agora 要不得了吗 因为要不得了吗 古遗嘱了吗 鲁三人 汪 可不得了吗 还是应该去找到 古遗嘱了吗 所以会调得了 这凶器 可大多数人毕生也无法踏入这个竞层 今日为你洗礼 以斑血净的肉身 配合先祖传下来的这座药顶和药方 再加上这酸泥晶圆做的药饮 能让洗礼的药效达到最佳 洗礼一旦开始 绝对不能中途停止 否则将伤及根骨 小不点 你准备好了吗 为了早日与阿爸阿妈相见 族长爷爷 我准备好了 我看你准备好了 好 我看你 之后 我也 świat 我看你 给你 救命 最后 我 empezar 我在于沛海 你会有心 我 那我 就是 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